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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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太平保险的创办 首先要追溯到周作民与他经营的金城银行 周作民原名维新 江苏淮安人 年少时曾赴日留学 周作民曾于交通银行总行任职 后于1917年创办金城银行 经过十年的发展 到1927年 金城银行已经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北四行之一 此时 周作民将眼光转向了被外伤不断蚕食的中国保险业 当年是从上海来讲 包括全国每年的保费收入 就是流出的保费的收入 大约是在七千万元 因此周作民想 如果我们能够夺回十分之一 那我们也每年也能有七百万的一个收入 因此 这是希望从外商竞争的 我们说从挽回力权的角度来创办这个公司 1929年11月20日 金城银行在上海独资注册太平水火保险公司 注册资本金一百万元 周作民任董事长 丁雪农任经理 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以太极图形为商标 取其生生不息之意 亮出了太平保险 保险太平的宣传口号 太平事业的序幕由此拉开 它的经营是利用银行的网络 我自己不设网络 不设营业的网点 那么各地的金城银行就是我的公司的营业场所 那么到三十年之后 它就变成了六家银行 就是全部的六家银行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变成了太平的分支机构 因此到三十七年的时候 太平的分支机构最多的时候 曾经达到了九百家左右 因此是全国最大的保险势力 1930年2月19日 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正式开业 通过稳慎而卓有成效的经营 尤其是联合华商分保 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很快将分支机构和代理网点 开遍华南各大城市 进而涉足南洋市场 成为华南保险业中规模最大的民营公司 太平水火保险的快速发展 吸引来了大批的投资者 1933年 公司去掉了水火二字 邀吉 交通 大陆 中南和国华等四家银行加入太平 委任钱新知为常务董事 中南银行董事长黄毅柱为董事长 周作民为总经理 丁雪农 王博恒为协理 次年 太平保险天涉人寿部 专营寿险业务独立核算 资本规模在下一程 1935年起 太平保险陆续兼并了安平保险 丰盛保险 天一保险 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保险集团 民营寿保险产生的时期 我们曾经有过比较简单的中文的保单 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一直持续到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当然这个时期有过改变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一面开始有了中文 原先来讲 这个保单全是英文的 后来变成了一面是英文 背面是中文 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条款 就是引起中方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一个 就是民族保险也不满的一个条款 就是它有一条 有一条解释就是说 如果这个保单出现了纠纷 双方出现了赔偿的纠纷或者怎样的纠纷 那么解释权就是依赖的 以英文条款为主 太平保险率先向外商保险业发难 力主废除这一歧视 排挤华商保险公司的不平等条约 这个倡议得到了华商保险同业的赞赏和支持 几经力争 终于迫使洋商在保单中删除这一条款 至此 洋商保险公司再也不敢小觑 以太平保险为首的民族保险企业 在当时 同样希望通过发展保险业 以肚色漏微 挽回力全的还有一位华商代表人物 就是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家敖 1929年5月 张家敖出国考察时 对美国保险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 挽救美国财政金融危机的作用 感受很深 因此 张家敖回国后 向董事会建议 设立中国保险公司并获得通过 1931年11月 中国保险公司 在上海四川中路270号设立 中国保险公司 由于具有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的特殊背景 俊猛发展 在业界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37年之前 中国保险公司的规模 从人力 从它的保费收入 从它的网点的影响是仅次于 太平保险公司 那就是第二大的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创司到1938年底 分社太平人寿 整整九年间 太平保险经历了增资阔股 实现了全行业首个托拉斯市集团化经营 近乎三年跨一台阶 当时太平保险的董事监事 均由股东银行的高级职员担任 董事会成员包括中南银行董事长黄义铸 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 太平保险及太平人寿 还重金聘请了当时 被称为中国精算师之父的陈思杜 任受险精算师 其发展壮大之迅猛 实为当时所罕见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 随着国民政府稀撤 大批工商企业内签 1944年12月 不堪战争摧残的太平保险公司 也将总经理处迁往重庆 并改名为太平产物保险公司 开始稳慎经营国统区保险业务 在此期间 太平保险凭借本业优务 为抗战服务 经常承保诸宗等前线物资 这类事情不胜枚矩 但碍于时政 只得秘而不发 这个时期 一方面是竞争激烈 第二个就是战争的带来的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战争给他们带来的 巨大的一个赔偿 因此像这些保险公司 后期主要是在 四几年之后 主要是在 后方开拓这个业务 那么到后期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给这些保险公司 带来的打击 实际上是更大的 因为这个时期 中国大量的 国土已经沦陷了 由于国内大部分地区的 分支机构遭受破坏 为减少战乱影响 国内华商保险 纷纷转至海外 1935年 太平保险有限公司 香港分公司成立 1939年 中国保险公司 香港分公司成立 华商保险 受到了海外华侨 和当地民众的 欢迎和支持 太平品牌扎根香港 服务香港的事业 在1938年 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 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 五位活跃在上海滩商界的 热血青年 民安保险公司早期创始人 卢旭章 杨延修 张平 田明高 郑栋林 集资三百元法币 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航 经营西药 医疗器械的游购业务 1937至1938年间 卢旭章 杨延修 张平等 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 上海广大华航 就成为中共地下党 秘密活动的掩蔽体 中共中央提出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要把广大华航改建成党的 第三线秘密工作机构 在地方党的机构和第一线 第二线秘密机构遇到破坏时 能执行第三线秘密掩护任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 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广大华航大胆提出 创办保险公司的设想 这样一来 既可以扩大 同各行各业的业务往来 增强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 也能够通过提高社会影响力 为党的秘密工作 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1942年 卢旭章找来当时 在重庆著名的保险业专家 重庆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 太平保险公司 重庆分公司副经理 杨精才 和民生实业公司创办人 卢作福 共同推动创办保险公司的理念 于是 由卢旭章 杨延修代表广大华航一方 卢作福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 共同投资一千万元法币 正式创办民安产物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简称民安保险 1947年 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因地下斗争需要而成立的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已基本结束历史使命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 中共开始考虑战争胜利后的建设工作 这一次 民安保险将面临的任务 是战后经济的复苏 决定往南方转移 往南方转移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 就是我们说 类似的一个先行者 来去了解市场 就派了审则场 1947年 为响应中共南方局 关于广大华航经营地点 南迁香港的指示 沈日昌受民安保险总公司派遣 以专员的身份 只身前往香港考察当地市场 筹建民安保险香港分公司 创业初期 举步维艰 沈日昌任副经理 还需同时充当工作人员 承保员 出单员 和分保记账员 为打开公司经营发展局面 解决资金和人员匮乏的问题 沈日昌积极活跃于香港保险界 经常参加华商保险同业工会活动 沈日昌积极活跃于香港民安的创办人 他在1947年 由上海民安物产保险公司 派来香港筹办公司 沈日昌非常爱国 几十年如一日 他对这个民安的贡献是非常之大 我们非常敬仰他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 在香港宣布正式开业 当天 沈日昌在华人行租用的办公室外 挂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为新中国的成立欢呼 在当时还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 这无疑是对党和国家最有利的庆祝 我今年91岁 我是1965年才来民安的 1967年的反英抗部 我都是一个反英抗部委员会的委员一之一 当时我都上街 1967年5月20日 我们都上到总督府游行 后来又在这个大街游行 我亲眼就在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室那里 看下去 看到他打人打得投火血流 当时我都要在夜间当值 来守卫这个公司 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旁边还拿着一支铁棍 是尖的 来保卫自己 那时候是最辛苦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展了对保险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 中国保险公司迁往北京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属办公 同年 太平保险公司和新丰保险公司 分别完成公司合营 1956年 公司合营后的太平保险 新丰保险 两家又合并为新的太平保险公司 并由上海牵测北京 成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附属公司 期间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 中国保险和太平保险 停办国内业务 和香港民安一起 专门经营境外业务 包括民安 包括后来的太平保险公司 以及下海保险公司 他们这三家的一个 就是为港澳同胞 和海外的侨保服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为国际贸易服务 第三个就是为国家争取外汇 就这三家保险公司 他们共同的一个职责 这一时期 三家保险公司的海外保险业务 在为华侨服务 为国家对外贸易服务 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 和争取长期存在的方针指导下 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 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 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 都设有分支机构 截至1960年 这些机构汇入国内的资金 合计90854万美元 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49年新中国成立 特别是从50年开始到58年 我们大约从这几家保险公司 汇入到 就是上交给人民保险公司的外汇 以港币来计算的活 大约是不到2000万港币 就合计起来的活 那么这个量其实还不算小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好像不大一样 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什么 因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资本钱 才有100万 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9年4月 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海外保险公司也迎来了发展机遇 截至1990年底 我国海外各类保险机构 发展到了60多家 1992年 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作为港澳地区的控股公司 对港澳地区附属公司 进行统一管理 1997年 香港回归祖国 太平保险加快发展步伐 逐步发展成为 港澳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中资保险公司 2000年 中保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家 在境外上市的保险公司 引起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 2001年 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 与世界接轨 海外漂泊近半个世纪的游子 终于等到了 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机会 经国务院和原中国保监会批准 香港中保集团以太平的名义 全面恢复经营国内受险业务 2009年 中国保险 太平保险 民安保险进行品牌整合 整合后的集团正式更名为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简称中国太平 2011年10月 中国太平正式列入中央管理 2013年 完成重组改制和整体上市 更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这标志着 中国太平进入了改革发展新时期 面临新形势 承担新使命 向打造中国保险业 百年老店的目标 开始迈进 我们建立共享太平的文化理念体系 以创造安全 健康 富裕的美好生活为发展使命 以诚信 专业 创新业绩 为企业价值观 以担当务实 协同奉献 为企业精神 新时代 催生新战略 以香港为战略支点 以海外为拓展方向 做强境内实力 做优境外特色 新战略的核心是国际化 这最能体现太平的特色 最能凸显太平的优势 也最能代表太平未来的发展方向 历经90载的风雨洗礼 中国太平总保费超过1600亿元 总资产突破6000亿元 管理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元 已经成为一家拥有60余万名内外勤员工 24家子公司和2000余家各级营业机构的大型跨国金融保险集团 经营范围涉及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北美 欧洲 大洋洲 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 中国太平是国内保险业经营体系 最为完善的公司之一 基本形成了投资保险联动 境内境外互动的经营格局 我们一直选择中国太平 只有几个理由 首先 中国太平是香港有名的中资企业 几十年来 就是香港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与中国太平合作 我们觉得很安心 其次 中国太平服务 专业细致 98岁的青岛老人张兆恒 早在1942年 便加入了太平保险青岛分公司 是见证中国太平发展历史最久的 太平老人之一 他始终认为 太平的发展 与太平人的奋斗精神 是分不开的 太平的发展很快 发展得很好 我看来其实规模真的很好 业务上也发展得很好 我以后听说非常高兴 特别太平 现在发展到这么好的程度 意想不到 回顾太平90年发展历程 从黄埔江办到维多利亚港湾 中国太平始终与祖国共命 与时代共成党 其中一脉传承的是红色基因 和民族血脉 可以说中国太平 走出了一条我国民族保险品牌的振兴之路 也是党领导新中国保险事业 发展壮大的缩影 中国太平 是我国历史上 持续经营最为悠久的民族保险品牌 且是唯一一家总部在境外的中管金融企业 近一个世纪的风云激大 从立足户上潮涌湘江 到扬帆海外 再到回归祖国大陆 中国太平将太平保险 中国保险和民安保险 三大民族保险品牌融汇贯通 汇聚成一条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历史长河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90年的艰辛岁月与辉煌历程 赋予了中国太平厚重的文化底蕴 成长于本土 扎根于香港 服务于全球的独特经历 成就了中国太平与众不同的企业内涵 回顾这90年太平岁月 我们不止看到了 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变迁和发展 更看到了太平人敢为人先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以及在新时代发展战略指引下 持续打造百年民族品牌 与全世界人民共享太平的美好愿景 好 感谢收看本期记录东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